每个女生都期待一场童话般的婚礼 期待着有照一日嫁给心中的白马王子 那应该是此生最幸福 最开心的一刻了 在最合适的时间 将自己的一生都交付给那个对的人 从此过上美满甜蜜 还有幸福的生活 快点快点 要是耽误了节食 总是想怪这些可就完了 一步替别人结婚这种事 就没那么美满甜蜜和幸福了 新娘到了 赶紧准备 好的 更可悲的是 我连自己的新郎长成样子都不知道 还新郎呢 结婚照都没有 干脆婚礼也别来得了 新郎还没找到啊 继续找 继续找 什么 新郎还没来 那我是不是不用结婚了 别别别别 温董事长可说了 这一事照常进行啊 这场面 就靠新娘子你撑着了 新郎不在 厂子我来撑 你们也太欺负人了吧 中午我不结了 那可不行 你可别在这耍大小姐脾气啊 原家为了你能嫁到温家 可是费了不少的劲 你这次要是搞砸了 整个原家都要跟着遭殃 赶紧进去吧 是啊 耽误了几时 咱们原家可担当不起啊 好 那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 什么教父 大小姐脾气 走 哎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有请我们的新娘 袁思雅 闪亮当场 这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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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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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部分 你发现 emptiness 可以 为大家敬酒 表示歉意 确实是非常遗憾 谢谢 连结婚仪式都要开会 新郎可真是一分钟也不耽误赚钱 不过没关系 为了维持温家这么大的产业 还是能够理解的对吧 这个送给你 谢谢 怎么叫他狗啊 既然新郎不在 那就用他代替吧 交杯酒我先喝 葡萄汁 新郎这一杯呢 我也替他喝了 祝我们新欢快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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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新郎这种事前如命的工作态度 我个人是十分欣赏 钱嘛 谁不喜欢呀 所以我决定呢 我也要赚钱了 各位呢 食好喝好 事不放赔 爸快点拉出去点儿 别跑 别跑啊 快点 站住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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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雅 我知道 今天新郎没来你心中有怨气 但现在以大局为重 你可千万别再就我们原家的脸了 你的脸还有我丢 你的脸早就已经趴在地上了 你 你还是好好想想怎么跟你的金主办法解释吧 拜拜 快给我追啊 是 快追 袁思雅 荣兴大学金融管理专业 由他主导操作的知名变购案例包括 生罚授予微微 他人专门网授予一齐 网星授予传世 交易价值 总计超过两亿 大学刚毕业 发生是他把包装出来的吧 快快快 来快瞒住 小心啊 怎么回事 好像有人逃婚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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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小心 你还保安哪 别拿你们业余暗号挑战我的车眼 不是 思雅 思雅呢 好像是您的心价 老板老板老板 快追啊 快追啊 想抓本姑娘 哪那么容易啊 我这算不算是抢劫啊 看看有没有联系方式已经躲过真正再还给他 这个车主意真是的 车居然比我都还干净 要不然我去自首吧 这才一小会儿 主动交还说不定能重新发路 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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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刹车真垃圾 你小精彩就冷个钟吗 左钻子轴的龙道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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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门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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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电影行是不是上照车的价格高地来定的 这个车应该不会很贵吧 也就判十年吧 就这样的 偷车 逃婚 还天才少 哥哥 求求你 我怎地是遇到怀人了才去抢车 你说普通话 哥哥 求求你 我真的是遇到坏人了才迫不得已抢车的 请您千万千万不要把我送到警察里 您不说话我就当您是默许了 谢谢哥哥 您真是一个好人 我以后一定会报答您的 报答我 啊 现在可是法治社会 扫黑除恶四个字看见了吗 灌完饭可都没你这么猖狂 是是是 您说得对 您的教会我永生难忘 您就是我人生中的指名灯 请允许我叫您一声师父 师父 谢谢您 师父 你当我是开出租车的 哎呀 是师父 不是那个师父 你好好品一下嘛 品什么啊 哎我说你是不是一点法律常识都没有啊 光天化日之下抢车 师父 你是不是 你你的车 好啊 跟你说了两句话 还说出一个共犯 你干嘛呢 报答你啊 是不是我帮你把车收回来 你就能原谅我啊 哎哎 没给钱啊呢嘛 站住 站住 把钱给我 来 把车往 吞 哎j 哎呀 准备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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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剃圾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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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天才少啊 投資權還是天經權呢 哎 師傅 這下你可以不計前嫌了吧 還挺帥啊 應該不像是壞人 說吧 你為什麼要逃婚啊 因為這不是我的人生啊 不是你的人生 是啊 人生只有一次 我為什麼要委屈自己 去做不喜歡的事情呢 我要為了自己而活 為自己而活 師傅醒醒啊 你開車哪看見路啊你 喂 你還真把我當司機了 說吧 你要去哪兒 是啊 我還能去哪兒 這麼多年沒回這兒 我想回家 她逃婚出來只是為了回家 好 算了 就在這兒停吧 嗯 那個 就在這兒停就可以了 謝謝啊 喂 停車啊 我警告你啊 你可別對我亂來 你剛看到那個偷賊 有多怕我了吧 你要是敢對我亂來的話 我就把你當鐵餅一樣 揉出去 還笑 我這麼喬搶了兩輩子 你看啊 這車我也把你搶回來了 要不然這樣 我給你錢行不行 就當是這段路程的車費 好嗎 你能給我多少啊 這你也沒打錶啊 錢的事情我們再商量一下 行不行啊 你看我這車 像是能打錶的樣子嗎 一百塊 再多你就算我我了 軟硬不吃 那就只能賣慘了 師父 你可憐可憐我吧 我 在最好的年紀 卻被逼著結婚 我那個老公 他又老又醜又殘暴 最關鍵的是 他那方面不行 你幹什麼呀 紅燈 嗯 那個 你看 我逃婚逃得也匆忙 也沒帶手機和錢包 要不然這樣 你給我留一個聯繫方式 我到時候再把錢還給你 怎麼樣 謝謝啊 你幹嘛 好了 你現在可以下車了 這哪兒啊 怎麼這麼偏僻啊 是你自己要下車的啊 師父啊 你看你要不好人做到底 直接給我送到市裡去吧 你身邊的事啊 好人一生平安 你身邊的事啊 你身邊的事情 你身邊的事啊 你身邊的事啊 你身邊的人 不管是 过来 我告诉你个秘密 不是吧 得是什么样的人 才能符合我 这个天才姐姐的心呢 怎么说呢 她姓温 年纪比我大很多 长得也不算帅 可 在我心里 任何人都比不上她 姐 你不会喜欢上个老男人吧 哎 你们俩发展到什么地步了 有没有 喂 想什么呢 她很尊重我的好玩 不会是那方面不行吧 说什么呢 别瞎说 到了 喂 到了 我说到了 我说到了 哥哥 求求你 我真的是遇到坏人了 才迫不得已抢车的 你干嘛呢 抱大你啊 是不是我帮你把车车回来 你就能原谅我啊 我帮你把车车回来 怎么 ряд 法 Benim �族 你给我吧 怎么了 你被夫人接走还好吗 确切地说 应该是我接的她 还真有您的 不过 婚礼现场被夫人搅得天翻地覆 董事长都大发力震了 是啊 人生只有一次 我为什么要委屈自己 去做不喜欢的事情呢 我要为了自己而活 温君 我也好想大闹一程 可是老板 夫人逃婚还是可以理解 可是您为什么要在婚礼 当天去机场啊 她回来了 你说温良叶 您等了她这么多年 她终于肯见您了 那我这就派人去见她 你们不要走 不用了 我这个哥哥 你们谁都应付不了 对了 爷爷这边 我会跟他解释的 先过了 好 拜拜 老板 既臣 你胡闹够了没有 你自己不来 你未婚旗 是我带她讨的一店 怎么 这婚约你就不想履行了是吧 本来这种老套的商业联姻 我确实很反感 不过现在 我改变主要 这是哪儿 怎么了 发发发发发发生什么事了 我在哪儿 除了在温家 你还能在哪儿 师傅 你看你要不好人做到底 直接给我送到市里去吧 你顺便的事 不会这么巧吧 那人居然和温家是一伙的 你想去哪儿啊 回家 月月 月月 我们当初不是说好了 在你姐还没回来之前 你先帮你姐完成婚礼 我们当时说好的 是我帮她完成婚礼 我又没说要嫁到温家来 再说了 市里 我怎么待得下去啊 我要回去 乖女儿 我已经派人在找了 你就在这儿装个几天 等你姐回来了 你就可以走了 装 我怎么装啊 我一个小城市的体育特长生 怎么装一个天才少女啊 我一被人家拆穿了 你才满意吗 死 死 死 就算这样 你得待下去 拜托拜托 求求你了 我求你了 我总算知道我妈当初 为什么要跟你离婚了 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爸呢 我 你可以不考虑我 你可以不考虑我 但你得考虑考虑你姐姐的幸福啊 你得考虑考虑你姐姐的幸福啊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袁丝雅 不要老拿我姐来威胁我 你 你姐姐一直都很照顾你 你就当帮她一次嘛 一次两次 这种道德网架你俗不俗啊你 我不管 这件事我先走了 拜拜 喂 你真走啊 温静晨 跟姐姐形容得不太一样 这怎么回事啊 娜娜我姐爱上的是她 有趣的灵魂 小奶奶 扯 你刚才叫我什么 娜娜我姐爱上的是她 少奶奶啊 谁是你少奶奶啊 你谁啊 毕人温家从业十五年金牌钻石管家 那生是温家人死是温家魂 全名张桂仪 您叫我桂仪就好了 桂仪啊 桂仪您好 桂仪您好 再见 什么意思啊 我不让您出去啊 你们家还挺新潮的啊 搞个逃婚也就算了 现在还搞囚禁啊 来来来 你把她叫过来 跟我聊聊行吗 静晨说是她不对在先 您掏婚的事 她也不会跟您计较 而且 掌辈那边 她也会帮您顶着的 就放心吧 她的道歉啊 我接受了 嗯 嗯 不过我觉得温静晨对我 应该也没有什么意思 那我就先走了啊 哎哎哎哎 不行不行 说您现在正发着烧呢 得先休息两天 好好调养调养 我没事发什么烧啊 我这身体好着呢 那个 要不让我出去跑两圈给你看看啊 嗯 还跑两圈 妈呀 天津队啊 那鬼移用经验告诉你 要想身材好 咱们能躺 绝不跑 嗯 我头有痛啊 你回去休息一下 我也先睡一会儿 我没事 回去吧 您晚上吃点啥我给您做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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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呀我 哎 哎 哎 你踢着鞋都能跑啊 快来 你等等我 不是不是你 等我 把合同打到第九页 第八项 本项目地址灾害评估 一期二期还有三期 等一下 又抢车 我看你往哪儿跑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回忆改明天 吸收我来帮你发财 哈哈 做梦 我命由我不由天 老天爷 要不要这么给面子啊 这路怎么走啊 这道话怎么用啊 文大市交通电台提醒您 道路千万条 安全第一条 行车不规范 亲人两行类 请报解除 行车规范 安全驾驶 嗯 会不会开灶 会不会开灶 啊 我也这么脏的啊 开开门啊 我又不是故意撞坏你的 开门啊 怎么荒角野岭的一个人也没有啊 老天爷 我已经够可怜了 我求求你 千万千万不要想 我求求你 羽儿 怎么这样啊 说什么来什么 我这叫嘴 乌鸦嘴啊 什么进口车 还不如活下的呢 没事的 看月月 暴雨又怎样 撞车又怎样 暴雨又你 不由天 妈呀 谁啊 我是你师父 这么快就不记得我了 现在是你吗 你还想要摸哪儿啊 我有眼装症我看不太清楚 我对他受不了我 我会在马上 下一步 不是 我 哪里 不太多了 我 本事 恶便 梁俊如 你 你知不知道这样有多危险 你是个成年人 你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你要是出点什么事情 怎么跟你家人交代 托梦 我 我知道 你跟那个老男人是一伙的 你来找我不就是想把我送回去 反正我也这么倒霉了 不差这一次 行行行行 就算我欠你个人情行了吧 赶紧回去吧 把安全带机场 好 下车吧 好 既然你穷追不舍 那我就好好跟你谈一谈 谈什么呀 没说你 这是我和他的事 不用你插手 谢谢啊 你 也该猜到 没想到啊 你的老公这么年轻帅气 回去吧 虽然你今天救了我 可是我两次都是被你抓回来的 你我的恩怨扯平了 拜拜 等一下 这手机你拿着 我不要 有事联系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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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块 你现在又多现了我一部手机 我找了他两天了 根本都没有消息 而且这种婚姻还关系了 我们下一次的商业合作 这合同都已经盖了章了 可关键时候人不见了 现在婚礼在即 如果再找不到人的话 我们原家可算是完了吧 那你找我来是 提他 我要是坦白试试 原家怎么办 姐姐怎么办 我要是不说 被拆穿了怎么办 说服他解除婚约 卫先生 是你吧 能不能把灯打开 你看这么黑 我们好像不太利于沟通 你不是不想见我 看不见正好 误会阿姨了 我们能不能好好聊一聊 你说 我想解除婚约 为什么 你要是愿意结婚的话 你肯定不会逃婚啊 你是不是有喜欢的女人了 其实你是被迫娶我的 对不对 温先生 其实像你这么优秀的男人 完全可以找到一个 比我更好的女孩子 你不必委屈自己的 感情是可以培养的 我年纪还小 我就没了自由 我还有我的学业 还有我的梦想 我不想这么早就结婚 我不会妨碍你 我很能花钱 什么事都能搞砸 俗称的败家娘们 我有的就是钱 我在外面有野男人 我是因为他才逃婚的 野男人 哦 你干嘛 有我野男人 带他来见 什么野男人 我刚才都瞎喊了些什么呀 这种殷勤不定的男人 就算姐姐再喜欢 我也不能再替他撑下去了 必须速战速决 可是这一时半会儿的 我去哪儿给他找个野男人 我到底在干什么呢 我到底在干什么呢 喂 老板 文娟 现在的女孩 是都喜欢野男吗 什么呀 原来 我们都搞砸吗 我们怎么会啊 我们最好吃的 这事多没意思 好 我们最后一时间 我们都出来喝喝酒 对吧 嗯 来来来 有你 这个男生有什么好的 谁说不是呢 可小女生就是这趟 看那边 欠叫 老板 您今天是怎么了 是不是和您的新婚妻子 你知不知道这样有多危险 你是个成年人 你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你要是出点什么事情 怎么跟你家人交代 行行行行 就算我欠一个人情小马 人情 可是他们是一伙的呀 只有一个电话号码的手机 要你何用啊 小哥哥 不赏脸喝杯酒吗 自己挣钱买去 老板 要不咱们还是回去吧 这里可能不太适合您的身份 傻白铁 被别人卖了还帮别人数钱 您 这到底是在跟谁较劲呢 野男人 刚结婚一起生活 难免有些误会 把话说清楚了不就好了 难道你还没有 把你的身份 告诉你的小媳妇啊 别动 倒酒了 喝啊 时风日下 上风百俗 上风百俗 不堪书 喂 你好我是他秘书 他喝醉了 你来酒吧 借开他 喝醉了 酒吧 嗯 就他一个人啊 现在轮到你拍上用场了 啊 你快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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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张 下次再补偿你啊 对最后一张 最后一张 那你可以抱我一下吗 啊 啊 我 你 啊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什么我浑身酸痛啊 准确地说 是您夫人对您做了事呢 她 她来干嘛 师傅啊 我昨天回去之后认真地想了一下 越发觉得你是一个英俊潇洒 建议有为的政治之人 你身上具有的品质 那是多少人都没有办法 你昨天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昨天听说你喝多了 我就过去关心了你一下 怎么你关心完我浑身不舒服 我们还是说正是吧 你不是说欠我一个人情吗 我要你今天酒吧 你说 你先答应我吧 你要是不答应我的话 那我就告诉温家 说你非理我 你要想说就说呗 你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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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怎么突然这么开心 野男人的事解决了 你看我今天 像野男人吗 王晋 少奶奶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鬼鬼祟祟的 好了好了少奶奶 你还是不要叫我少奶奶了 我实在耽不起 你叫我小园叫行了 小园 像洋漏剧女主的名字 洋漏剧 谢谢啊 津晨说了 让您带人重视一点到 紫薇公园 他在大门口等您 为什么要去公园啊 怎么不在家里谈 啊 啊 你们家 一直都这么奇怪吗 怪 我 我 贵宜啊 谢谢你这段时间 对我的照顾 这是我应该做的少奶奶 我从今天开始 就不再是你家少奶奶了 你永远是我的少奶奶 你等着瞧吧 我等着 我等 拜拜 师父 走吧 哎 真小年轻 还能量啊 还整出这么多花样 我叫袁思雅 你叫我思雅就可以了 一会儿 你可以尽量表现得 亲密一点点 知道了 你呢 你叫啥呀 叫我亲爱的 严肃一点行不行 别开玩笑 你不都是已经认我做师傅了吗 那我不能等会儿介绍的时候说 哎 这位是我师傅吧 那你 就叫我温先生 温先生 温先生 这总该猜到了吧 这么巧啊 一会儿过来的人也姓温 我看这个城市 干脆别叫温大师了 可叫温家村吧 哈哈 嗯 嗯 怎么还不来啊 哎 你跟他到底什么关系啊 竞争关系啊 竞争关系啊 竞争关系 那你还帮他抓我 哎 为了混个饭吃 我懂了 你在他手底下工作 但其实你很讨厌他对不对 我能理解 一般员工都对老板有意见 那他到底找什么呀 我在家里一张照片都没见过 你不是说他又老又丑吧 怎么 没见过啊 算是见过吧 也算是没见过 算了 反正一会儿就见到 对了 那我一会儿还叫你师父吧 听理解为 爱唱 随便你 还有啊 你待会儿见到他的时候 一定要好好跟他说 一定要让他和平 帮我解除婚约 拜托了 你就没想着 试着跟他过一段时间啊 为什么要帅 如果他又高又帅又温柔 没有任何毛病 你也不愿意试一声 那他为什么要娶我呢 因为跟你在一起 很开心啊 不要 不是应该 那些恋爱再结婚嘛 论了顺势的感情 就不纯粹了 纯粹的恋爱 这个世界上面还有吗 当然有啊 我就会让他发生 他干嘛 别动 不是说要演情侣吗 不是说要演情侣吗 他干嘛 不演得像一样 你男人会信吗 师父 我 我想上厕所 那 你现在在演戏啊 你能不能专一点啊 你现在在演戏啊 你能不能专一点啊 你现在在演戏啊 你能不能专一点啊 对不起啊 你想起开 respecting 再怎么alyst 我想先走了 先走了 某个女生 他不在乎 你怎么回事 如果呗 他 Linked2 吗 你不在乱 你要带我去哪儿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房间我也定好了 这段时间没有的允许 你就不要再出来了 我们说好的事 我来带野男人见你 没说要跟你开房 听声 野男人 我来带野男人 我来带野男人 圆明录 等我 好 哥 他人呢 我弟弟什么时候这么在乎一个女人啊 不像你性格啊 他为什么会跟你在一起啊 你不觉得你应该 先给你哥哥一个大大的拥抱表示欢迎吗 毕竟咱俩这么长时间没见了 来 让哥看看 现在越来越有老板的样子了啊 不错 不错 哥 你回来我很欢迎 但是你先告诉我 斯雅去哪儿了 你不是最讨厌老爷子接受感情的吗 怎么 现在玩真的 老爷子 你要不说 我自己去场 哎 怎么现在越长大 越开不起玩笑了 在春府大道 去吧 对了 哥 既然你回来了 去看看爷爷吧 你觉得老爷子会想见到我吗 行了 别管我的事了 回头咱俩一块儿喝一杯 你不着急吗 快走吧 那我先走了 嗯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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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大家还有一句话 你说 creation 他相信人是谁 你授礼的 不是 不少人让我这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 那就麻烦那位师傅了啊 师傅 好了好了 我到了 你回去吧 谢谢啊 你 你 来 坐下 让我看看你的脚 我脚没事 休息会儿就好了 说让我看看就让我看看 来 我求求你了 你还是赶紧走吧 万一桂姨给我打个小报告 我就更说不清楚了 你怕什么呀 我就是 今天她已经受了这么大的惊吓 现在告诉她 她得高兴出心脏病了吧 算了 你就是 我就是送你回趟家 她不会那么不明事理的 不明事理的人是你好吧 总之 我们还是不要再见面了 我是为了你好 当然 也是为了我能顺利解除婚约 慢点啊 你怎么突然回国了 还说等新公司步入正轨了 给你个惊喜呢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但是后面的事情 一定要处理好 放心吧 不会让你失望的 你见到月月了 是啊 你妹妹还挺有意思的 我妹妹是无辜的 我希望你不要针对她 放心 我有分寸 你先答应我 嗯 这小元姐让我拦着你 你这位师父不让你进呢 你 你说这家都是您的 我怎么拦你 我太难了我 先按照她说的做吧 那 那您这是要打算瞒她多久啊 不知道 不过 我觉得这样还挺有趣的 有趣 嗯 那 那鬼衣物 就给你 吃上一招 想必您平日忙于工作 对着男女之事了解身上 你知道这追女孩子 最大的忌讳是什么吗 嗯 舔狗 舔狗 那想当年我追我们家小龙的时候 那一开始 也是极其不顺利的 后来我才发现啊 你一味的付出 一味的陷阴心 那只会让人家女孩觉得你 很卑微 那就像一条狗 你会跟一条狗谈恋爱呢 你的意思是 我刚才笑 但简直了 什么的 得 得注意 得注意 哎呀 哎呀慢点 你慢点 你别扶着我啦 你看我脚都好啦 哎呀小元 你就别难为我了 那人家很关心你的伤势 你说如果你跑出去 那我 饭碗都不饱了我 怎么可能会关心我呀 因为 喜欢你啊 你别开玩笑了行不行 我身上有哪点优秀的品质值得他喜欢啊 你呀 还是太看得起我了 你说你还不信我了 来 先喝点水 谢谢啊 那跪于我呀 看了太多的演偶剧 这个套路 没跑了 你们这个 先婚后爱的情况 那有很多类似的案例 那比如 前年热播的 那个 我的淘宝新娘 你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 啊 那个谁谁谁的暖 暖关心机 啊 还有 霸道总裁 爱上我 啊 不是爱上你 是爱上我的姐姐 那不都一样吗 打住 我们回归正题好吗 啊 首先 他如果喜欢我的话 他是绝对不可能逃婚的 其次 他也不会那么 没有节操的威胁我 威 威胁你 算了 你就直接告诉我 他到底回不回来 我真的找他有急事啊 那 那您这是要打算 瞒得多久啊 不知道 不过 我觉得这样还挺有趣的 他就 就 就初初摔了 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 上一次 叫我去公园摊牌 直接在高架桥上把我轰下车 这一次 干脆连家都不回来啊 呃 忙啊 忙 嗯 哎 你看 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怎么是你啊 你来干什么 这斯雅的毕业典礼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去帮她完成 她的婚礼我提她去 她的毕业典礼现在也让我去 你这处礼貌换太子 到底打算玩到什么时候啊 出来你没办法啊 你以为我愿意啊 你倒还挺理直气壮的你 噓 我已经很努力地在找啦 那就报警啊 不能不能报警 这万一这温家告了我们原家 遭殃的不只是我 连你姐啊 恐怕也逃脱不掉 这诈骗的罪名 那又怎么样呢 总比她现在生死不明的强吧 到底是现在你把公司卖给温家重要 还是你女儿的命重要呢啊 我已经派人去找啦 我相信很快就有消息啦 救救你啦啊 救救你啦 救救你啦 我相信你还不如看我自己呢 全世界都不如你啦 那边 校长 请问毕业典礼的时候 全班同学都会来吗 那不一定啊 你比如在外地工作的同学 那有可能抽不出空来啊 这什么意思啊 呃 呃 那 请问 您知不知道我在班上 有没有和我关系 比较近一点的同学啊 哈哈哈哈 袁思雅同学 你这问题可是 问得特别有水平哦 哦 不是 其实我想问的是 还是等毕业典礼那天问同学吧 没事了校长 我先走了 拜拜 哎 不是 哎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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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猫 嘿嘿 你冷不冷啊 啊 冷不冷 冷 老板 你干嘛不直接过去找他呢 你懂什么呀 距离产生美 舔狗这个词听过没有 算 跟你说了也不知道 可是 您夫人却不知道 您对他这么好啊 有逗猫的性质都不给我打电话 他不是想解除婚约吗 哦 对了 老板 明晚上约了方总吃饭 时间快到了 走吧 哎 小猫 看我 喵 喵 喵 四雅 休哲哥 好久不见 你不是在穿田式吗 你 你是月月啊 对啊 我说这里怎么也有一家翠玲珑呢 连锁餐厅你忘了吗 哦 对了 一会儿跟我一起吃个饭吧 我正好有事想问你 好呀 这家饭店的主菜啊 都特别好吃 不过 今天的包房都已经排满了 没事 只要你买单 吃什么都好吃 嗯 这么多年 休哲哥还是什么体谔 怎么了 你盯着我看 还怕我跑蛋 你跑得够吗 你 也是 我给你一个体校生叫这么近 之前在我餐厅做得好好的 怎么突然就辞职了 还不是因为我妈 天天念叨着我去找工作 还说要找专业对口的 我一个学天径的 工作多难找啊 难不成让我去做外卖啊 我听说现在的外卖员 每个月挣得可不省 以你这速度 肯定能比他们多跑两个 那 好歹 我也是个女孩子吧 好了好了 我逗你了 那我 前段时间给你打电话 怎么一直都没有人接啊 我手机被我爸没收了 那 你有听说你姐的事情吗 她 好像要结婚了 我一定会是没人地 我正在这边 有什么人接受的 你会找到哪个人 不过去的 我这边都没有人接着 你会想要求你 我这边的人 是非你 你会不得了 我会的这边 你是会不得了 我还会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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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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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不知道 您宴请贵客 抄待不周 还请见谅 这个 为了表示我们的歉意 这束玫瑰 送给这位美丽的小姐 来 看一下 想吃什么 点最贵的 你安排吧 还点最贵的 起来 等一下 这次合作 方总提出的条件 诚意十足 他就提出一个条件 便是 你 干嘛 你看人家 是不是很有女人为啊 以后可不许说我汉子了 你这么娘 我真的很受不了 讨厌 你去哪儿找男人 整个温大师 你是我唯一的朋友 你还是我的师父 我人生的指名当 就不找你找谁啊 师父 这么巧啊 这位是 这是我朋友 哦 该不会是你跟我提过的 野男人吧 你说什么呢 你好 你好 我叫裴修哲 请问你是 哦 他也是我朋友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 跟你这位朋友 介绍一下我呢 刚才不是已经介绍了吗 你也是我朋友啊 之前你可是说我英俊潇洒 是你在文大师唯一的朋友 那不是情况所知 你知道什么样的朋友 才是唯一的朋友 好朋友 好朋友 很好的朋友 是男朋友 嗯 嗯 嘿 对着空气说 以为你在哪 空荡的房间 剩下 我一个 哦 开始下雨了 我开始想你了 某些情绪开始脆弱 才晓得曾经拥有过 才会难过 越是深刻 就越不舍 认了这结果 你的选择 哦 可然后呢 爱 我放手了 你走了 可然后呢 爱 好像是我弄丢了 可然后呢 爱 怎么装作没来过 可然后呢 爱 爱 变成回忆的漩望 也是我